五眼联盟 这个由美国主导成员也包括 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国际情报同盟 近来在一系列政治或军事活动当中 明显就少了一只眼 那就是纽西兰 那美国作为联盟的老大哥 最近好像使唤不动他们的纽西兰小弟呀 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虎塔 昨天就甚至清楚地指出 纽西兰不会让五眼联盟主宰他们和中国的交往方式 要知道中国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的进出口交易可以超过330亿纽元 相等于马币973亿令吉 对此马虎塔就强调说 纽西兰将会制定一项属于他们的对中政策 而这样的决定也再次展现了 纽西兰试图在处理和北京关系的策略上 与五眼联盟保持距离 另外马虎塔还坦言 纽西兰不喜欢动用五眼联盟来传达一系列 实际上是属于联盟权限以外的议题 这样做会让纽西兰感到很不安很不自在 对于纽西兰一连串的真心剖白 有澳洲媒体就认为 纽西兰这是在发出明确的信号 质疑其他五眼联盟的成员 利用这个情报共享联盟对中国施压 纽西兰要制定一个属于自己与中国打交道的路线 不要在这个议题上被五眼联盟牵着鼻子走 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虎塔 星期一除了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必要的 也是纽西兰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他也拿纽西兰毛利族传说中的塔尼瓦水精灵 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龙来做比喻 形容两国的意见有时会难免不合 但只要互相维护和尊重问题就能够解决 他也提醒纽西兰与中国的关系 是一个跟所有纽西兰人都有利益的关系 纽西兰政府在处理这种关系时 会考虑到所有纽西兰人的长远礼益 中国近年来一直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在有关中国的议题上 纽西兰也都会非常小心处理 步调也不一定会跟五眼联盟一致 像是在今年的一月份 当美国澳洲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 对香港局势严重关注时 纽西兰就没有追随他们的脚步 一起联名 另外对于中国在太平洋扩大影响力的课题上 纽西兰也是和美国还有澳洲的调调不同 纽西兰做出任何表态时都会很谨慎 避免直接批评中国 而来到这一次的纽西兰与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 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虎塔不止第一次明确的表明 不要被五眼联盟牵着鼻子走 还认为五眼联盟应该把重点放在情报上 谁在马虎塔表达立场 相信纽西兰接着下来和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国 在中国的议题上意见分歧会更加严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